台九县复原国中和复原村路段公路局在完成入口插路改善之后 村民向下面代表钟永春还有村长来反映说 道路指引标志不清楚 交通安全很有疑虑 代表钟永春也邀请村长会同公路局到现场会刊要求进行改善 公路局第四公路段完成台九县复原村路口引到设施 提供居民安全进出村落 不过道路指引标志不足建设美意大打折扣 接获民众陈勤反映的相代表钟永春邀集复原村复兴 以及复明三村村长会同公路局第四公路段现场会刊 希望进一步来加强改善路口耗置不足的问题 针对地方民代及村民的改善建议公路局第四公路段也正面回应 特别就道路指引标志耗置秒数管制等问题 现场研议改善方式 做适度的调整改善建构一个安全的道路设施环境 记者时域蓝瑞瑟采访报道 交助威我是国际众局第四公路队 意反 记者 大